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玩具推介,我是Edward 我們今期就直接去看看現貨 相信不少人都有噴過油,不管是噴罐還是噴筆 而RC Mart 最近終於有這個街亞油 有它的EX金、EX銀、透明色系列 以及比較搶手的星光金,以及開油水那些我們都有 不過留意,有類的產品只限於網上下單或門市購買 網上下單暫時可以門市取貨,買的朋友記得注意 玩具類的產品,我們先來看看車仔 車仔近期翻了少量的AUTO MODEL 1比18 TOLOTA YARIS GR 白色車 這款車是合金材質,定價相對比較親民 喜歡TOLOTA YARIS 的朋友就可以看看 而TOMETE TLV 系列,最近就翻了一部頂級領車 就是這款Honda 出光,Motion 無限的CIVIC 這架車在1991年,日本的JTC 大賽 三級賽事就獲得了冠軍 相信有不少車迷對這一幕有深刻印象 更加是不少人的愛車之一 既然出的是TLV 系列,它的質量當然有幾乎水準 實物出來,果然是不闊所望 是非常漂亮的 拉花一見到,都是還原得非常清晰 亦沒有任何模糊或移位 而且車型也非常還原 唯一有少許缺陷 就是它所附帶的天線略為粗了少許 不過幸好之處,天線是裝賊配件 不喜歡的朋友可以選擇不安裝天線 或者更甚是有手動能力的朋友 可以自己製造一條幼的天線 自己裝回去 而拖頭系列的車制有不少創出的 相信更加是不少的車迷主要收藏之一 今期Pico 64 X這個Micro Turbo 翻了兩款拖頭 就是1-64 都是 第一款就是限量版的 HKS 圖裝 它的平板拖車 另一款就是Golf 圖裝 貨櫃車 這兩款拖頭不止車身的圖裝 底盤也有常識 這兩款拖頭也有還原到它的活動機構 它的貨櫃和平板是可以拉出來和展開的 最重要是它的售價只有200宗左右 它的性價比是極之高 而Mini GT 今期也是翻了幾部新車 首先就是這款GT-R R34 VSPEC N1 白色車 接著就是Top Secret GT-R VR32 都是白色車 而福特 Lamposting GT LB-Works 有駕膚色車 這款車是有左右軚的選擇 另外還有兩部頂級靈車 分別是1954年由福特車廠出的 Lamkin Caprile 這款是豪華轎車 暫時上網見過只有Mini GT出過 而另一款 相信是不少車迷等了很久 就是這款Lambo Gini Elfantido 雅光銀色 炭纖色的前蓋 整體配上銀色再加黑色 是非常好看的 而今期的節目尾聲 預告下即將會到貨的玩具 接下來會到的有 Robot 1 系列 就是Anime 渣古2 F2 以及歷奇大摩2 限定版的商品 就是MSE 00Q FUSABER 以及00RXN 而FW Gundam 十周年有第三套系列 有五隻新規 以及兩隻伏黑版 而食玩方面 掌動就是數碼暴龍器 黑戰鬥暴龍獸 以及機甲龍獸 可動人偶 SHF Spy X Family 藥兒 還有魷魚遊戲的管理員 以及電影版的獨藉 火影忍者方面 也有卡卡西的SHF 超入金雲 超入金雲 今期有原版的鐵甲物能盒 FIGURE ART MINI系列 有一種魷魚遊戲的角色 BANDAI的FIGURE系列 還有鬼滅之刃的蝴蝶忍 FIGURE ART ZERO方面 有ONE PIECE 超生星之 就是人氣極高的基德 說到FIGURE方面 又如何燃得BANDAI? BANDAI的FIGURE BANDAI的FIGURE 今期會有火影漫畫風FIGURE 夏忍時期的座座 ONE PIECE 有King of Artists的山字 還有分了AB款 超可愛的Chopper 而一拳超人 又翻了這款 泳衣裝 超美的地獄催雪 最後到Q POSKE Q POSKE 就翻了Spy X Family 是第二款 有分AB 亦會即將到貨 最後想知道RC Mark 每個星期有什麼新的 preorder和新貨的朋友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按鈴鐺 如果想知道其他玩具有什麼新的資訊 可以更加追蹤我們的FB 有什麼新的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